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男子昏睡 梦见黄牛落泪 他说别让我白救你一条命 明朝年间杭州地区有个叫安绍军的人 此人父母早逝 吃了一年多的百家饭 农村里的孩子成熟都早 光吃饭不做事可不行 故五岁时被李正安排去放牛 这头羹牛是村里八户人家合伙凑了四两银子买的 每家轮流给安绍军提供饭食 以抵工钱 其实 有的人家是不愿这样的 毕竟家里找个闲人放牛还是可以的 但事情被李正摊拍下来 又不好意思拒绝 心里不舒坦 嘴里说出来的话就不太好听了 有机人反复交代安绍军 这头牛可金贵了 比你的命还值钱 你可要好生看管好他 安绍军年纪虽小 可经历过的白眼却不少 他明白人们的心思 懂事的一再向他们保证自己会尽力的 他说到也做到了 每天睡在牛棚里 把牛照顾得很好 牛在吃草时 他就去地上寻找枯枝 等捡的多了 把它们拢成一堆 用稻草捆起来 去谁家吃饭 就把这堆枯枝交给谁 当柴和烧 七岁时的一个夏天 吃完上午饭 安绍军像往常一样 牵着黄牛去山上吃草 他现在力气大了 不在捡地上的落枝 而是随身带了把小斧子 砍些枝丫回去 起初天还晴朗得很 转眼间变得乌云密布 安绍军在林子里砍柴 没注意到天气的变化 待听到云层中闷闷的雷声 他才警觉起来 赶忙抱着一堆砍下来的柴河跑到牛的身旁 准备骑上牛背往山下走 平常这头牛的性情挺温顺的 今日不知怎么回事 显得很烦躁 他将身上扭来扭去 就是不让安绍军骑上去 安绍军有些着急 没有多想 掀起牛绳跟他说 待会儿肯定要下大雨了 这里莫躲的地方 我们得走快些 他是快步往前走了 可牛却不肯走 安绍军把手中的柴河扔到身边的一棵大树旁 使劲拽着牛绳 快点呀 要下雨了 这时 他突然感觉身上的毛发立了起来 脸上有刺痛感 耳边甚至响起轻微的爆裂声 正莫名其妙时 牛冲了过来 把他撞向一边 与此同时 安绍军听到 轰隆 一声巨响 眼见着牛就到地上了 牛死了 被雷电集中的 身上发出阵阵烧焦的味道 安绍军吓傻了 半天才哭出声来 这场雷电不仅仅是击倒了他放的牛 村里还有几头正在吃草的牛也未能幸免 包括放牛的人 安绍军是幸运的 牛救了他 可有几户刻薄的人家 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他们不停地责骂住安绍军 恨不得死去的是他 而不是牛 这牛是我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他能耕地 你能做什么 你小的买头牛有多难 你拿什么陪我们 肆无忌惮的话语 无非是因为安绍军是个孤苦无一的孩子 没有可以依仗的人 有人看不下眼 在旁劝解 他也不想这样 还算是命大的 你们看看那几人 话音未落 立即有人耻笑 这天太不公道了 做事的人被雷劈了 白痴嫌犯的倒是活了下来 安绍军低着头 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如果可以的话 他情愿拿自己的命换回牛的命 这两年睡在牛棚里 与牛的感情甚好 如同家人一般 他比任何人更不愿意牛死去 自此后 原本沉默寡言的安绍军话就更少了 牛棚没得他住了 晚上便塑在被人遗弃的茅草屋中 破烂的屋子四处都露着风 下雨时更是末一处前的落脚之地 不过 这跟原先住的牛棚差不了多少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以前牛用庞大的身躯替他挡住风雨 而如今 要他自己用身体抗住 村里的人在背后议论 这孩子活着有啥意思 连个相邦的亲人都没有 长大后 肯定讨不到媳妇 以后老了 还会是村里人的累赘 可活下去 是人最基本的本能 安绍军年纪太小 没空去想将来的事 只能顾着眼前 每天 他会去山上砍木柴回来晒钱 然后拿到街上去卖 以此换来积文钱 再拿去买馒头吃 这世上 有人刻薄 也会有人仁慈 村里有好心的人家偶尔会拿饭给他吃 但安绍军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吃别人的白饭 快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 天寒地冻的 安绍军一个人窝在茅草屋里难受 他把晒钱了的柴河打成粮捆 背着到集市上脉 街上的人熙熙攘攘 采办年货的百姓很多 要过年了 平常舍不得花钱的人 在此时都大放起来 安绍军带来的柴河很快卖光 进而有个好心人 多给了点钱 捏着手中的二十文钱 他也想给自己买点东西过年 只是 挤到摊子前看了看 又退了出来 除了买馒头果腹 他不知还应该买点啥 赚优了半赏 决定回去 在穿过一条巷子时 看到一个男人挑着担子在沿街叫卖 那人抬头 看见衣衫破烂的安绍军要转弯了 赶紧跟过来 你家可是住在这里 可以给我喝碗热水吗 安绍军看了看左右 确定此人是在跟自己说话 才老实地答道 我家没有热水喝 那人奇怪地问他 莫不是爹娘不在家 安绍军摇了摇头 我没有爹娘 顿时 那人面上起了同情之意 那你跟着什么人一起过 安绍军再一次摇了摇头 没有人 那人很是惊讶 怎么这样呢 你小小年纪 竟然一个人独自过日子 安绍军点了点头 试着魔回事 说完 他转身就欲走 那人挑着担子继续跟上他 平日里你怎么吃饭的 安绍军脚步不停 边走边答 我到街上卖柴盒 换馒头吃 哎哟 那也太可怜了 那人又问 今日太冷了 你那可有住的地方 能否收留我一晚 安绍军停下来 看着他 很认真的说 我住的茅草屋四处漏风 你住不了的 说吧 伸出自己的一双手 上面满是红肿的洞窗 有的地方还在流着浓水 冷了 就会变成我这样 又抬了抬自己的脚 这里也是一样 你还是找个热乎的地方住吧 那人像是起了侧隐之心 我跟你这孩子还挺有缘的 这样吧 你给我回去 我家的屋虽不算有多好 但挡风遮雨是足够的 再者 还有田有地 虽说不得餐餐有肉吃 可新鲜的菜书是少不了的 他的话说得很诚恳 安绍军有些心动 想了想 回道 可我只会砍柴 不会做别的事 那人笑了笑 事情都是慢慢学着来的 就这魔主 安绍军没有回村 而是跟着这人走了 对他而言 去哪儿都是一样的 孩子年幼 不知道外头世间的险恶 他没有想到 这魔一走 竟把自己推入了一条险路 此人叫潘绍花 表面上挑着担子到处卖货 实则暗地里专做拐卖孩子的事情 他的演读啊 瞅准了安绍军是个苦孩子 随便说两句 就把他的事情套出来了 拐卖这种孩子省事 无人会寻他 更无人来寻自己的麻烦 时宜 潘绍花都不用着急 慢悠悠地带着安绍军离去 张州府张平县有个信赖的原来 生了七个女儿都未得一男 心中甚是遗憾 如今年岁大了 子之心有余而力不足 族中有无侄儿可过继 就想买个聪明伶俐的男孩来继承赖家的香火 潘绍花把安绍军带过来 骗人说是自家的侄儿 安绍军虽然长得瘦弱 但难掩清秀的面庞 赖园外很满意 给了潘绍花五十两银子 签了七书后 这事就成了 在赖家待了两年 赖园外夫妇对安绍军照顾有加 吃好的 穿好的 还送他进学堂读书 只是好景不长 赖园外的几个女婿寄予月丈家的钱财 担心月丈把家财全部留给这个买来的孩子 竟按地理联手 把安绍军转卖了出去 这回可莫卖个有钱人家 而是转卖给一个街头无赖秋二狗 说是转卖 不如说是出钱让人把安绍军带离张平县 秋二狗是在应天府混大街的 这次回来是为了处理老母的丧事 他与潘绍花一样 做惯了拐卖人口的缺德事 待安绍军离开之前 秋二狗在给他的饭菜里下了迷药 当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乌漆漠黑的箱子里 一路颠簸着 分不清是在走路路还是水路 安绍军心里很苦 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命运如此多串 混大街的泼皮无赖 什么坏事都做的 秋二狗的手下 有帮人专门做贼 安绍军就是安排在这 每天被逼着练习做贼的记忆 他年纪小 但对好坏还是分得清的 拒绝做这重事 但那帮人哪容的他不肯 不练就拿皮鞭抽 而且还不给饭吃 一个比安绍军大两岁的孩子 名叫天慈 偷偷地劝他 你先练着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并且从怀里掏出省下来的半个馒头 递给安绍军 别被他们发现了 安绍军抹了把眼泪 听了他的话 结果满头啃起来 天慈 人如其名 天生有着慈悲之心 那帮人几次三番地让他去医馆偷患病之人用来买药的银子 天慈不肯 竟被活活地打死 趁着天黑 他们把天慈的尸首扔到了乱坟堆 然后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般 继续逼迫其他的孩子 天慈挨打时 安绍军就在门口 他冲过去拼命想推开打天慈的人 却被人推了个猎切 接下来 皮鞭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最后 眼睁睁地看着天慈被人打死 那一大片烟红的鲜血 令安绍军的心中起了滔天的狠意 他发誓一定要想法子给天慈报仇 可一个被一伙坏人扼住咽喉的孩子 想要报仇就如同到天上摘星辰那般不现实 无论安绍军怎么想 都拿不出一个法子出来 当又一个孩子被那伙人打死后 他开始泄气了 这一天天被逼着去偷不同人的东西 现在连他都开始嫌弃自己来 为天慈报仇的事 是何其遥远啊 有日 他被安排去偷一位老者的荷包 说是里面有顶重要的东西 老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 儒雅的气质就像学堂里的教书先生 安绍军在来家时是进过学堂 念过两年书的 那里的先生对他极好 墨背下书也不忍心用板子打他手心 事已 安绍军看到老者的第一眼 就心有触动 他故意装作失了手 被老者身后的随从发现 那个壮汉一脸气愤之意 举起蒲扇般的大手就朝他拍来 老者拦住了壮汉 算了 壮汉张嘴欲说些什么 被他打断 走吧 老者微微侧了侧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安绍军 带着人走了 当夜 安绍军被那帮人打了个半死 昏死过去 有人用手使他鼻息 道 没了呼吸 怎么办 另外有人打倒 老规矩 扔乱坟堆去 安绍军不知道自己昏迷了有多久 恢复一些一时后 感到有双温暖的大手 在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庞 昏昏沉沉中 面前浮现出一头黄牛 居然是幼年时自己的好伙伴 安绍军心中一阵欣喜 只是 黄牛眼中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令他惊骇 安绍军想问他怎么了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嗓子就像堵住了般 发不出一个音 黄牛突然开口说话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快回去吧 别让我白救你一条命 说完 他转过身 往远处慢慢走去 这里是哪里 安绍军不明白他的意思 看着黄牛离去 他心里难受异常 想立即跟上前去 身子却动不了 情急之下 泪水从眼角流淌出来 这时耳边有人轻语 孩子都过去了 你在这里不会有事的 安绍军想睁开眼 看看谁在说话 只是眼皮沉重 睁不开 过了一会儿 他沉睡过去 等安绍军完全清醒过来时 已经过了有两天 他慢慢地睁开眼 对上一双同龄般的大眼 是那日想打他的壮汉 正弯着腰身头在仔细端想着自己 安绍军心里一惊 连忙又将眼睛闭上 壮汉大笑 小子 醒了就好 我去给你拿吃的过来 说吧 急急地转身出去 少请 端着一个黑色托盘进来 上面放着一个蓝鞭瓷碗 一边扶安绍军起来 一边粗声粗气地说 小子 这要周我可是按大夫说的 熬足了一个时辰 安绍军想将周晚接过 被他拒绝 瞧你的手 被打成什么样了 肯定莫杀气力 我来为你吃吧 他当真意少少的为着安绍军喝粥 很小心的样子 动作虽然笨手笨脚的 但安绍军的心里涌起了阵阵暖意 这是个面恶心善的人 喝完粥身上有了些气力 安绍军问壮汉 我怎么会在这里 壮汉笑道 那是你命大 遇上我们老爷 神机妙算 不然 就要被野狗叼走了 他快人快语 安绍军很快知道了事情的过程 壮汉名叫神勇 他口中的老爷 就是那位老者 是当今朝廷的刑部尚书 这回从京城过来 是微服私访查一桩大案件的 老者瞧了桩 莫惊动身边的人 自己悄悄一人前来 到了应天府 在余早已安排在这的暗线神勇会合 他以为自己演示的很好 神不知鬼不觉的 安绍军欲从他身上偷东西 假装失手 其实是在变相地提醒他 老者立即意识到 自己被人盯上了 当即改变了策略 此前在查案当中 他听人说起过乱坟堆总 是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孩子的失手 一年当中 竟然达到了五六回之多 当地的官府不作为 令百姓心头惶恐不安 老者跟神勇说 那孩子做得太过于明显 回去后肯定不好交代 搞不好今夜就会被扔在乱坟堆中 于是天一黑 神勇就赶去了乱坟堆 果然 在地上看陷被几只野狗围住的安绍军 把野狗驱赶走 试试他的鼻息 还好 有微弱的气息 说明人还活着 神勇连忙把他背了回来 又请来了大夫 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安绍军暗自清醒着 自己的命果然大 突然想起一事 问那包坏人被抓住了吗 神勇摇头 没有 我们不知他们的老巢在哪里 安绍军想 这可是为天词报仇的好机会 绝不能错过 正扎着下床 我知道的 我可以带你们去 神勇见得这副着急的样子 笑了 你只要告诉我地方 我就能找着 安绍军想了想 问道 可有纸笔 神勇挑了挑眉 你会写字 安绍军点了点头 念过两年书 神勇没作声 转身出去 很快把东西拿来 他把纸放桌上铺好 又演好了磨 这才扶着安绍军过去 不消一刻钟的功夫 一张详细的地形图在纸上显现出来 神勇有些讶异 你怎这么熟悉 安绍军恨恨的说道 因为要报仇 这是我已经想了很久 神勇沉默了 扶他回床上躺好 这才拿着画纸匆匆离去 晚饭是另外一个男子断过来的 安绍军与他不输 没有问事情的进展 心里始终七上八下的 若这一次失败了 那以后报仇的机会就更加渺茫了 忐忑地堵过一晚 第二天早晨 神勇回来 兴高采烈地告诉安绍军 那帮坏人全被我们抓住了 安绍军不放心 细细地问他抓了哪些人 还有被拐骗来的那些 可怜孩子有没有被救出来 你放心 全办妥了 神勇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个明白 修二狗想跟我们玩狠的 被个兄弟一刀给劈了 安绍军松了一口气 喃喃说道 天慈 我终于为你报仇了 过了五天 安绍军自觉伤势比当初好了不少 提出离开 神勇没答应 告诉他 老爷让我带你去京城 安绍军是叹的问道 可以不去吗 神勇面色平静 微微地摇了摇头 老爷的命令 我不敢违抗 安绍军心里再度紧张起来 他们想做什么 认真思考了一番 觉得再坏的结果也不会像之前那般 这摩想过后 心里坦然了不少 那去就去吧 他深思熟虑的样子 惹笑了神勇 道 你别多想 我们都不是坏人 再过即日 安绍军的伤势无大碍了 神勇才将他带往京城 在一座气派的府邸 再次见到老者时 安绍军的心里莫名的起了一种熟悉感 他的眼角润湿了 老者的身旁站了一位老妇 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安绍军 面上的表情很是奇怪 似哭又似笑 安绍军被盯得很不自在 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脚尖 神勇把事情禀报完就出去了 老者见安绍军很拘束 笑着上前牵住他的手 温和地说道 孩子 你把你的来历如实向我们说来 安绍军微微点了点头 把字又拧起记得的是 彤彤述说了一遍 他心里挺不明白的 问道 我的过往 跟案件有关吗 老者沉默了下 开口说道 你的事情跟案件无关 但与我们安家有关 安绍军的嘴张了张 心道 他也信安吗 身旁的老妇哽咽的拉住安绍军 孩子 你的背后有块胎记 你可知道 安绍军摇了摇头 说道 不知 我看不到自己的背后 心里想着 难怪会要自己来京城 他们可能是在找人 怕是要认错了 于是解开自己的衣服 把厚白往上掀起 应该是没有的 从来没人告诉过我 见他不幸 老夫让使臂拿来镜子 让他扭头往后看 在腰部的位置 除了边痕外 还有快半圆的胎记 清晰可见 安绍军惊讶万分 我从来不知道呀 还想解释些什么 但看到两位老人的脸上满是泪水 他及时闭住了嘴 老者仰天长叹 感谢老天爷 莫让我安家绝后啊 等情绪平稳后 他才向安绍军环缓道出事情 老者 名叫安华章 是个刚直不阿的人 在刑部审案 得罪了不少权贵 十三年前 遭奸人陷害 一家老小被判流放 饶是如此 奸人还不肯放过他 竟派人来暗杀 安华章的独子安利 结为了救父亲 不幸中刀 他的妻子县丈夫被歹人刺中 扑上钱想去救他 结果 夫妻两个双双允命 当时安绍军只有五个多月 被惊慌失措的奶娘抱走 至于他们去了呢 安华章不知道 两年后 新帝登位 他熟知安华章的卫人 除去奸人 江岸建平了返 安华章重新回到京城 官府原址 他开始四处找寻碎的下落 这么多年来 他的官职一级级的往上升 可安绍军的下落 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也许是冥冥之中老天自有安排 在应天府这个地儿 让爷孙两个现了面 初见安绍军时 安华章心里非常的惊讶 他与儿子少年时的相貌 如同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这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想象的两个人 他心里起了疑 让神永就回安绍军后 当夜便查看他背后是否有胎记 孙儿满月时 安华章曾亲自与夫人一起 给他洗了个澡 故很清楚那块胎记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果然 孩子背后的胎记 一如他脑海里所记忆的那样 这便是他苦苦找寻了多年的孙儿啊 安华章非常激动 但手中还有重要知识需处理 容不得他在应天府待太久 便嘱咐神永把人照看好 等伤势好转 赶紧带回京城 安华章感慨万千 当初儿子用命救了他 如今孙子又差点用命来帮他 想想儿子出世后 他不是没有过随波竹流的念头 至少可以保全家人 可一旦那魔作了 又对不起黎民百姓 安绍军听完 整个人猛了好久 他终于有亲人了 不管他心里怎么想 安华章对他是有一连串安排的 自家的孙儿在外面流浪了那么久 安华章能想到的弥补 就是亲自来教授他学业 安绍军队读书不排斥 甚至还很喜欢 在闲暇之余 还会跟着神勇学武艺 只是 但是 当安华章让他去考功名时 他犹豫了 我曾经做过贼 那魔不堪的过往 别人会原谅我吗 安华章鼓励他内心不要有负担 毁欲从来不可听 是非终究子分明 你只需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安绍军没有吭声 安华章笑了笑 问道 你说之前的先生 不会因为你莫被下书 而用板子打你的手心 你想过其中的原因吗 安绍军看着祖父 疑惑的摇了摇头 不知 接着 安华章又问 那你可知 为何祖父这魔盲 还要亲自教你学业吗 安绍军还是摇了摇头 安华章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这摩西年来 我观察过无数的读书人 才学阶级不上你父亲 而你 像极了他 是个天生的读书人 安绍军半信半疑 您说的是真的吗 安华章很肯定的点头 你坚持下去 极有可能会超过你父亲 安绍军的心里既激动 又兴奋 那孙儿就按祖父说的去做 安华章没有骗他 他在读书方面确实是很有天赋 只不过他内心非常自卑 不敢往这方面想罢了 此后 安绍军在祖父的扶持下 在学业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进入师徒后 他谨记祖父的教导 做个清明的好官 不以仁义士之语 就断其为君子 以不以仁义士之霸 断其为小人 当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后 有日 四岁的长子安心雨 指着后院的一座空中问他 爹 这里埋了一头 您想象当中的牛 安绍军摇了摇头 对你们而言 他是头牛 可在爹看来 却是一位亲人 安心雨看着空中 似懂非懂 妻子拉他到一旁 偷偷问道 当年村里的人 那摩待你 你恨不恨他们 安绍军笑了 有什么可恨的 比起那些坏人而言 他们好得太多了 说到底 我还欠了他们一头牛钱呢 有机会去村里 定是要偿还的 那些坏人 祖父已经帮他惩治过了 沈勇是听令祖父的 他不仅抓了邱二狗手下的那帮人 专做拐卖生意的潘绍华 同样也没有放过 他们个个背叛了崭刑 至于赖家的那几个女婿 则是让他们去当地官府那领了几十个板子 安绍军听说 这些时候 一点都不同情他们 认为是罪有应得 人活一世 头顶有青天 暗处有神明 行善作恶天比知晓 善人 终有善报 恶人 苍天不饶 在贫穷中熬出来的人 一般会极度的自私 好在安绍军没有 他平和待人 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早年的安绍军 经历是非常坎坷的 人世间的冷暖在幼年时就长了个遍 而一生同样坎坷的 还有他的祖父安华章 做官只为百姓做事 不想虚名 不做虚事 以至于让独子过早的离世 唯一的孙子被人包走 好在上天有好胜之德 万物皆有一线生机 祖孙俩中的团聚 获得圆满的结局 安绍军未官期间 屡受包封 后来也做到了刑部尚书 安家至今人兵兴网 子孙繁衍 家道阴妇不绝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剃头降夜归 见寡妇光脚走路有蹊跷 她破了一桩风月案 明朝末年 天下大乱 寻雄纷争 风烟四起 百姓苦不堪言 南方牧云镇有个刘家村 小村有绿树青山环绕 风景秀丽 不是为一处避世的好地方 村北边住着一户叫刘祖的人家 刘祖和母亲冯氏相依未明 她勤劳善良 生性淳朴 村民都说她有福气 二十岁那年 一天傍晚 时分在后山种地地准备回家 半路上发现有个妙龄女子躺在草丛中 刘祖急忙走过去一看 女子唇红齿白 面容精致 虽然衣着朴素 却丝毫掩饰不住她的高贵气质 刘祖把手放在女子鼻尖 发现尚有气息 不禁松了一口气 连忙将她抱回了家 逢是见到漂亮女子 一时间欣喜不已 忙问儿子她是何人 刘祖简单说明了情况 顾不上休息 忙不迭把郎中请来 郎中姓芳 医术高超 给女子把过脉后笑了笑 公子好福气 女子无大碍 只是受了些惊吓 吃鸡腹药就漠视了 刘祖文言一喜 连忙躬身言谢 果然 几天后女子醒了过来 见到身材魁梧的刘祖坐在床头 她一双美眸仅是好奇 姑娘 你终于醒来了 一脸疲惫的刘祖露出笑意 这几天来 她没日末夜守在床头 盼望着女子能早点醒来 方式劝她去休息 但刘祖很直着 坚持不肯离去 二人简单一番聊天 女子介绍她叫莲儿 从北方逃难而来 原本是大财主家的丫鬟 主人家被汉匪给抢走 她侥幸逃过一劫 得知是刘祖救了自己 她脸一红 言谢不已 刘祖看得心醉 忙说姑娘客气了 一旁的逢事 先二人这副神情窃喜不已 村民听闻刘祖救了漂亮女子 纷纷前来看热闹 有媒婆找到方式 方善 你儿子好福气啊 连假装钱都省了 当然 也有极度的单身青年 愤愤不平 说凭什么刘祖有这魔好的运气 我比她长得英俊 家里还有钱 有个老者曾学过勘语之术 忘了一眼女子后 她微微叹息 看她这面相 恐怕不是什么好人 当然 老者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 此话没有对任何人说 连儿心灵手巧 会做手工活 这让方式愈发喜欢 一天夜里 方式偷偷找到连儿 问她愿不愿意做刘家儿媳 连儿脸一红没有说话 方式大笑 第二天就忙着给儿子操办婚事 几天后 二人结婚了 婚后不久 方式就病倒了 孝顺的刘祖为了给母亲治病 花光了所有积蓄 连儿过不惯寒酸的生活 抱怨不断 夜里 方式把儿子刘祖叫到卧房 儿啊 连儿是个好姑娘 你不能亏待她 刘祖叹了叹气 现在家里积蓄已经耗光 而妻子娇贵 对赤川很是讲究 现有的条件根本无法满足她 你爹临终前 交给我一个木匣子 说这是一位壮士送给他的 同时还送了一只灵猫 若是十年内无人来临 我们就可以把木匣子打开 听你爹的意思 这木匣子里装的可能是银梁 家里那只灵猫 刘祖很喜欢 想到木匣子一事 他听了不禁摇头 娘 爹去世九年 还有一年时间呢 冯氏说道 木匣子的主人九年都不来 想必也不会来了 二人谈话 碰巧被连儿给偷听到了 当晚 连儿执意要求把木匣子打开 刘祖无奈 值得照做了 木匣子打开 里面果然有不少金银珠宝 连儿高兴的乐开了花 刘祖却一脸担忧道 做人应该讲究诚信 若是木匣子主人找来 这该如何是好 连儿才不管这些 第二天就去镇里买了些绫罗绸缎 还有不少化妆品 返回时 一位相貌英俊的男子吸引了连儿的注意力 而男子也被衣着光鲜 容颜秀美的连儿给吸引 男子前去大善 在下王秀 红花戏般的帮助 相识便是圆 夫人能否赏脸 陪在下喝鸡杯 连儿并不避讳 脸泛红跟着他来到酒楼 一番简单聊天 王秀得知他嫁给李伟穷酸农夫 顿时叹息不已 连儿听了也是心有不甘 妄想样貌俊美的王秀时 美眸春光荡漾 王秀大喜 心里有了计划 此后的一段时间 二人偷偷见面了好几次 一天夜里 王秀和连儿商量了一件事 连儿却犯难了 犹豫不决 王秀拍了拍胸脯 娘子 此时你放心 王某定会做得滴水不漏 说完 他嘴角露出一抹阴险的笑意 第二天 红花戏班去刘家村唱戏 村民热烈欢迎 刘祖是个细腻 当天没有下地干活 一早就来到村前头的空地上 红花戏班是当地有名的戏班 这次是免费给村民演出 戏很精彩 村民掌声不断 到了散场时 村民还不愿离去 尤其是刘祖 还迟迟不肯走 王秀陷了一喜 他开始酝酿心中的计划 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莫亮 冯氏和连儿的痛哭声 把村民都给惊醒了 村民们都跑过来 忙问是怎么回事 冯氏哭着道 儿子昨晚被扇子砍去了头 众人听了大吃一惊 进屋一看 果然陷到了刘祖的尸体 头和脖子被一把扇子给切开两半 有人说道 扇子怎么可能会杀人 这时 有个叫刘平的小伙子突然说道 我想起来了 昨晚我经过时 恰好看到窗子上有个人影 拿着一把扇子搁向了他自己喉咙 刘祖兄是个细腻 我以为他还在回味当天的戏呢 说完 刘平浑身发抖 肯定是这把扇子邪乎 拿扇子之人就是刘祖自己 众人一听 大惊失色 扇子能够杀人 还真是奇闻 这时 莲儿说道 夫君真的是被扇子砍去了头 妾身在梦中亲眼所见 醒来后 妾身一味梦不可信 谁知悲剧还是发生了 妾身以后还怎么活呀 话音刚落 刘祖最喜欢的那只灵猫跑了出来 对着莲儿一阵撕咬 莲儿不耐烦 狠狠踹了他一脚 白猫吃痛才离去 那把扇子 莲儿说不吉利 当天就被他烧了 此时惊动了官府 武座来厌世 并未发觉什么异常 扇子也已经不在 便不了了之了 冯氏总感觉儿子的死和儿媳 莲儿脱不了干系 便暗中调查 结果 他发现儿媳和戏班帮助王秀关系不简单 想着儿子还尸骨未寒 儿媳竟然做出如此丑事 他大怒 二人在一次争吵时 冯氏气急攻心 第二天就离世了 莲儿贾欣欣给婆婆办了后事 靠着木匣子的银梁 偷偷和王秀过起了逍遥生活 一天 村里来了一位身材魁梧的剃头匠 他手艺高超还不要钱 村民们都纷纷前来 但是剃头匠有个要求 说自己喜欢听故事 要村民讲一讲奇闻一事 刘平口才极佳 他惠声惠色说起了村里扇子杀人案 还说自己亲眼所见 剃头匠听得惊愕不已 心里忍不住纳闷 扇子怎么会杀人 于是剃头匠又找来鸡尾村民 他们都说刘平没有说谎 当天夜里 剃头匠准备去老乡家住 正好撞见连儿光着脚走出门 衣上有些凌乱 还一脸慌张 剃头匠大惊 不动声色来到他家后院 院内猫叫声凄惨 让人听得头皮发麻 这时 一个魁梧男子从后院偷偷溜了出来 剃头匠见词 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他在心里嘀咕 连儿丈夫才去世不久 他却行为不端 此事定有蹊跷 于是 他每天晚上都来盯哨 剃头匠发现刘祖家里的猫似乎灵性十足 经常对连儿撕咬 连儿拿着木棍子到处追打 猫儿身形灵活 把连儿气得脸色铁青 这时 猫儿又发出尖锐的叫声 还咬着他的鞋不放 连儿似乎很害怕 再一次光脚走出房屋 这猫不简单 剃头匠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 他暗中打听到了王修的身份 发现他是戏班帮主 再次回到刘祖家时 灵猫见到剃头匠后似乎很兴奋 一直亲他的裤子 一会儿 他不知为何发出急促的叫声 然后咬着剃头匠的裤腿 像是要带他去什么地方 剃头匠惊愕不已 他犹豫一番 还是跟着猫走了 一会儿猫带他来到河边 然后手舞足蹈的 叫声更频繁 剃头匠心里纳闷 莫非何必有什么东西 念此 他跳进河中 河水清澈 不一会儿 他在河里发现一把匕首 匕首很精致 上面竟然刻着 王秀 二字 剃头匠吃惊不已 莫非 莫非刘祖命案 和这把匕首有关 当晚 剃头匠扮作刘祖模样 劈头散发 拿着匕首悄悄溜进了莲儿卧房 莲儿醒来 看到剃头匠手中这把匕首 吓得惊慌失色 芒说道 夫君 莫要害我 王秀才是凶手 你 你赶紧走 剃头匠听了大喜 果然王秀是凶手 擅自杀人不过是幌子 第二天 官府立马派人将莲儿抓走 不久后 王秀也被缉拿归案 经过官府审讯 王秀和莲儿交代了杀害刘祖一事 王秀是戏子 通过皮影戏制造刘祖拿善自杀的假象 还故意让刘平给看到 其实 刘祖早就被他用匕首给杀害了 村民得知真相后 都怒骂莲儿不是人 竟然恩将仇报 那位会看面相的老者 也是唏嘘不已 此时 剃头匠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竟然是京城有名的捕快 他化妆成剃头匠来此 一方面 是为了体察民情 另一方面 是为了寻找师父留下的木匣子 那是他师父的遗物 当年 他师父来此缉拿凶手 不幸受了重伤 临终前 他将赃款放在了木匣子中 连同随身携带的灵猫 交给了一位流行农夫 说十年后会有人来认领 莲儿良心未泯 他说出了木匣子 在自己手上 剃头匠大喜 连忙叫人去取 那只灵猫 见脸被抓 似乎很开心 钻进了剃头匠的怀里 剃头匠感慨 怪不得这猫见到我如此兴奋 原来是师父留下的灵猫啊 最终 王秀和莲儿都被问斩 也算是恶有恶报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